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用金针菇和鸡蛋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新做法 首先我们把200克洗净的金针菇 先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先把它放到大碗里面 接着我们先加入一把提前切好的胡萝卜丁 然后再加入一把葱花 接着我们先加入一勺盐 再加入一勺五香粉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往里面打入三颗鸡蛋 接着我们用筷子把它们再次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的 加入大约60克的普通面粉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一直搅拌成 像这种稍微粘稠一点的菜糊就可以了 菜糊调好后我们把电饼铛先预热刷油 然后再把我们调好的菜糊倒入电饼铛里面 全程用中火慢烙 烙至定型后给它翻一下面 最后一直烙至两面金黄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蔬菜鸡蛋早餐饼吃起来非常的营养美味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快速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 感谢您的支持啊 感谢您的支持啊 感谢您的支持啊